官方已經有不少集訓花形的動態圖流出了,今天環有實戰片段流出,在開始之前,環為訂閱我頻道的朋友,記得訂閱和按下右邊的響鈴,就可以收看更多灌籃高手的資訊哦。 很多人都說集訓花形是天狗假霸,是因為他有很多攻擊都是用勾手啦,這是最基本的勾手動作。 這個應該是加了天賦之後的勾手,會微微跳後,筆訣挪風格哦。 然後是背身接入到籃框下的勾手,因為可以從右邊走到左邊,一名防守者應該筆訣挪風格哦。 更誇張的是,他在籃框也可以再轉換兩次方向,沒有協防之下應該是守不住啦。 另外他突破後不一定要接勾手,是可以直接用扣籃的,就是說他轉身後的攻擊,是有四段不同的變化。 他有空階的技能,大家可能會覺得,會和赤木的空階一樣沒用嗎? 當然不會啦,他有另一個變化動作,就是假扣真轉,這令花形可以成為一個組織者。 而一路以來沒有用的背身進攻,再集訓花形加強了啦。 第一個是背身後突然向外走的勾射,應該很容易出現空位射球啦。 另一個是比絕天進籃框下的技能,背身之後用後仰射球。 而背身之後也不一定要射球,也可以用一個靈活的突破,背身後環可以轉球,這正是現代全能中風常做的事,現在中屋可以在灌籃高手中實現啦。 他的突破技能,範圍和大跨步一樣,突破非常之廣闊,而且在接球之後,也可以做出假設的動作,令對守防不勝防哦。 看完他的技能組合之後,感覺他在禁區內,進攻能力和組織能力非常之強哦。 我們來看一些實戰的片段吧,在防守的時候,我們可以看現有風格的技能,花形中屋可以打出穩定的防守啦。 在籃框底下左右的兩個位置,可以使出勾手,防止他出勾手,可能要在這個範圍外,把花形撞停才行哦。 背身突破之後,可以先上勾手,扇對扇應該很挪風格的吧。 另外在搶籃板時,沒有看現有特殊的籃板技能,這應該是花形比絕弱的地方。 。 勾手的使用範圍非常廣,比普通花形的後仰跳投更挪防守啦。 魚翅這些速度慢的中鋒,應該很挪防守他哦。 而他在切入籃框下之後,有很多不同的攻擊變化。 最厲害的是他環有轉球動作,是第一個組織型中鋒。 除了籃板相對弱一點外,基本上各方面都非常之強勢。 我們就等一下時裝之後,到底是不是想像中那麼強吧。 我們就等到〔子彈曲啦〔子彈曲啦〔子彈曲啦〕 組織約4架 組織約5架 組織6架 組織5架 組織6架 組織5架 組織6架 我是你豬我豬。我不懂國語,做一個視頻花上了很多時間,如果缺少了你的一個like,我怕我會支持不住了。下次見。